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印度尼西亚对聂工业抱有宏伟的雄心壮志 一个自我沉迷的美国意味着世界的混乱 俄罗斯的告示高超音速超级武器在乌克兰失败了 普京又是淡脸 自由女权主义创造了一代金发拿破仑 绿色一城复苏的最佳机会 请大家收看 印度尼西亚对聂工业抱有宏伟的雄心壮志 外交政策 随着新总统的当选 印度尼西亚成为全球聂行业的主要参与者的雄心壮志将更加明确 该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聂储量之一 并在2022年开采了全球一半的聂供应 聂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组成部分 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储量备受追捧 总统左科 维多多Joko Widodo积极努力吸引全球投资 并发展印度尼西亚的电池制造能力 他在2020年禁止了原始涅出口 以鼓励印度尼西亚野链厂和下游加工的发展 然而 他的继任者需要继续塑造该行业 以确保印度尼西亚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争夺成为该国新总统的三位候选人都宣布了对左科维多多政策的承诺 然而 印度尼西亚的涅行业仍面临一些挑战 包括污染 安全问题 以及不需要涅的其他电池技术的竞争 一个自我沉迷的美国意味着世界的混乱 外交政策 世界应该感谢美国总统乔 拜登抵制了笼罩美国政治的混乱 但大坝正在破裂 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美国外交政策将陷入混乱 外交政策杂志的本杰明 哈达德写道 一向旨在解决美墨边境危机并为乌克兰提供支持的法案的失败 是拜登失去对美国外交政策方向控制的最明显迹象 这个政治体系正在孕育出极端主义人物 后果是不可预测的 美国面临着在建设性参与和破坏性撤退之间摇摆不定的风险 在最好的情况下 欧洲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加强国防 以弥补美国的无能 而俄罗斯 中国和其他国家则积极推动美国离场 最糟糕的情况将是特朗普在11月获胜 被认为更具破坏性 俄罗斯的告示高超音速超级武器在乌克兰失败了 普京又是淡脸 英国电讯报评论版 据乌克兰法医研究局称 俄罗斯的告示高超音速导弹可能已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 上周 俄罗斯使用包括告示在内的混合武器袭击了基辅 告示由火箭助推器发射并过渡到冲压式喷气发动机推进 据说告示的时速可达8或9马赫 射程可达1000公里 然而 专家们对导弹的真正能力持怀疑态度 因为他将以这样的速度在电力等粒子体气泡内飞行 使其无法使用雷达通信或卫星导航 自由女权主义创造了一代金发拿破仑 英国电讯报评论版 格雷塔 葛维格指导的电影《巴比》获得了八项奥斯卡提名 包括最佳影片 但该片的女主角和女导演都被忽视了 这一冷落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强烈反弹 许多评论人士声称这一决定体现了性别歧视 然而 这一争议被批评为白人女权主义 因为葛维格和罗比都是白人和富有 这场风波还掩盖了美国费雷拉因在《巴比》中的配角 获得最佳女配角提名 以及莉莉 格拉德斯通成为首位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 美洲原住民女演员 绿色一城复苏的最佳机会 路透观点 气候变化经济学家瓦伦蒂娜 博塞蒂警告称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对能源转型的支持 博塞蒂强调 在使用碳税收入时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 他在接受交换播客采访时发表了这些评论 此时正值美国和欧盟的关键选举之前 贸易及科技理事会 RIP 美国企业研究所 如果你错过了 10天前 美国和欧盟举行了 自2021年成立以来的第五次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部长级会议 在会议上 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 Gina Raimondo 有些抱怨的 敦促商业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者要求 下一届美国政府继续TTC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马格丽特 维斯塔格 Margaretta Vestager 等出席会议的欧盟官员 支持国务卿的希望 美国和欧盟都将在2024年举行重大选举 美国总统和欧盟议会选举 虽然工业界和民间社会团体都可能支持TTC的延续 但两者过去都抱怨说 该委员会计划长 结果短 正如一些贸易分析师所指出的那样 这些会议通常是为未来结果进行规划会议 然后是更多这样的规划会议 包括刚刚结束的会议 通过Adobe 部分问题出在结构上 PTC由大西洋两岸的多名高级官员担任主席 并得到官僚的支持 这些官僚在多个项目领域 半导体 供应链 网络安全 人工智能标准和出口管制等 中卫10个工作组工作 按照原计划 该委员会原定每年只举行两次会议 但由于选举迫在眉睫 并且需要展示更多结果 因此将于4月在比利时召开另一次会议 会议间隔时间过长 难以跟上事态发展和实现实质性的连续性 那么 PTC在过去三年中的记录如何 人们明确认为 PTC在协调美国和欧盟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反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括针对普京的联合行动 包括金融 贸易和投资制裁 然而 除此之外 PTC在影响大西洋两岸的科技和贸易事件 和决策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 尽管有一些早期的预测 PTC将很大 但PTC对两个司法管辖区的技术和贸易政策的实施发展 几乎没有影响 在分裂美国和欧盟的重大问题上 技术监管 绿色补贴和保护 以及现在的人工智能 在承诺合作的同时 双方都采取了独立行动 在欧盟方面 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的通过和实施 在PTC之前 几乎没有考虑到美国的保留和反对 在美国方面 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 对欧洲工业的影响 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反思或谨慎 在人工智能方面 尽管PTC在人工智能标准制定方面 已经做了出色的前期工作 但欧盟已经在该领域 进行了全面的监管立法 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带来的复杂 令人担忧的挑战上 美国和欧盟在最近几个月走得更近了 从截然不同的地方出发 但这种演变是由欧盟越来越担心 中国出口压倒其电动汽车市场所推动的 就像太阳能电池板一样 同样 PTC在很大程度上 没有参与政策的演变和转变 特别是在欧洲 尽管关于供应链弹性 和先进半导体芯片的安全作用的讨论 有所增加 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 一个有希望的领域是 PTC率先帮助在安全汽车 药品和电信设备等领域的法规上 达成额外的相互承认协议 美国和欧盟在老布什政府时期 就已经进行了某种经济和战略上的正式对话 尽管这些对话采取了各种形式 如果拜登再次当选 很可能会保留某种形式的美欧双边论坛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为总统 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即将出现 在竞选活动中 他将欧洲与中国一起标记为敌人 要求 而不是讨论 将是当天的顺序 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寻找角色 补贴和美国优先的美国盟友 欧盟规定对智能手机安全构成威胁 唤醒数字贸易规则的胜利 我们在这里警告过你 The Post 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RIP 首先出现在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比一个强人更强大 外交事务 普拉伯沃 苏比安托梦想成为印度尼西亚总统的愿望 即将成为现实 他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 在民意调查中领先 然而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他的潜在胜利 对印度尼西亚的民主 构成了严重威胁 普拉伯沃被指控涉嫌人权侵犯 并以脾气暴躁和热衷民族主义而闻名 他与即将卸任的总统左科 为多多的联盟 加剧了这些担忧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普拉伯沃不太可能 对该国构成生存威胁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制度仍然强大 拥有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部门 调查媒体机构和奋权制度 可以帮助制约总统的权利 如果普拉伯沃赢得计划于 2月14日举行的选举 他可能无法赢得足够的选票 以阻止6月份的决选 然而 重要的是要理解 为什么印度尼西亚人 可能选择他作为总统 并考虑他在权力中可能会做什么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 第三大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 可能在美中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印度尼西亚选民 对普拉伯沃的支持 并不代表对民主的幻灭 而是相信他将继续为 多多的积极经济遗产 并且民主机构可以制约一个 意志坚定的总统 普拉伯沃的反对者认为 他的军事暴行和对选举结果的否认 被一场巧妙的竞选掩盖 他们担心他在权力中会变得危险 然而 印度尼西亚的政治体系 在过去25年中变得更加分散 使个人很难积累太多影响力 普拉伯沃将不得不管理 多个政治派别 官僚利益和各级地方政府 这将限制他对权力的绝对控制能力 如果他成为总统 普拉伯沃很可能会维持 维多多对中国的务实态度 并可能寻求北京在基础设施发展 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支持 自由贸易之后 外交事务 罗伯特·莱特希泽 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前美国贸易代表 他对戈登·汉森 对他的著作《没有自由贸易》的评论 做出了回应 莱特希泽捍卫了他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愿景 该愿景着重于帮助工人阶级美国人 找到并保持高薪工作 他认为长期以来 贸易政策过于注重价格优化 效率和企业利润 导致了就业岗位的流失 社区的破坏和贸易逆差 莱特希泽还强调了中国所带来的威胁 将其描述为一个具有侵略性 极权主义和敌对态度的国家 从事经济战争并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 肥胖药物热潮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 路透观点 制药公司Ely Lilly和Novo Nordisk 由于需求激增而难以满足其减肥药物的需求 该播客讨论了这些药物的热度 美国和欧洲对其开放的不同方法 以及它们可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美国军方如何帮助建设拉斯维加斯 外交政策 拉斯维加斯以其作为娱乐和赌博象征的角色而闻名 这使得它在人口规模之外具有文化意义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和节目主持人 今天我带来了几则有趣的新闻 从印度尼西亚的雄心壮志到美国的混乱政治 再到俄罗斯的超音速武器 和好莱坞的争议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印度尼西亚对于发展涅工业 有着宏大的愿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 涅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组成部分 而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涅储量之一 新任总统将继续推动 印度尼西亚的电池制造能力 吸引全球投资 然而 该行业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包括污染和竞争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行业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印度尼西亚 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美国的混乱政治 拜登总统的执政将面临许多挑战 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 就是他在解决边境危机 和支持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失败 这可能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陷入混乱 给世界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这将对欧洲 俄罗斯 中国等国家产生影响 无论如何 我们应该关注这一情况的发展 并希望美国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再来 我们谈到了俄罗斯的超音速武器 根据最新报道 俄罗斯的告尸导弹 可能已被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击落 这一消息 引起了人们对这种超音速武器 真正能力的怀疑 不管怎样 这表明了俄罗斯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努力 以及其他国家对此的关注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也提醒我们 要对这些新型武器保持警惕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好莱坞的争议 格雷塔 格维格指导的电影巴比 获得了八项奥斯卡提名 但该片的女主角和女导演都被忽视了 这引起了许多人 对性别歧视的强烈反弹 然而 这一争议也揭示了某些人 对白人女权主义的批评 无论如何 让我们关注这些电影的内容和影响 而不仅仅是对演员和导演的关注 最后 我们谈到了绿色一层的复苏 专家警告说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困境 可能会削弱对能源转型的支持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应该关注如何在解决气候变化的同时 解决不平等问题 这将需要全球合作和政策制定的努力 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努力 这些都是一些有趣的新闻 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笑声和思考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吗 请随意提问 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